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预测中就有跟大家提到过 由于英央行内部的官员有一个变化 使得说新上任的一个官员 很有可能将会支持卡尼投入维稳票 所以在往期的节目中也是给大家预测到的说 英央行本次的一个投票比例将会维持在6比2 那么综合来看 其实英央行它的一个货币政策入境 就目前而言市场其实是看不出端倪的 为什么 此前也提到过 其实很有可能英国的当局者 英央行行长卡尼 包括英央行内部 他们都没有搞清楚未来的货币政策入境 该要去怎么走 为什么 因为退欧的不确定性 那在退欧之后 英国的经济数据是一度的有所好转 也使得市场认为说 英国在退欧之后 所遭受到的一些负面影响或者打压 并没有来得那么的强烈 并且还能自给自足过得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 在目前而言 在目前看来 开始慢慢的在市场中逐渐的发酵了 包括它的通胀比较的批软 薪资增速不前 包括未来的一些贸易协定 失去了欧盟这样关税的一些优惠的话 像英国这样的一个岛国 它的一个国内的资源 其实是比较的匮乏 比较的稀缺 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大量的进口 那么如果说 之前的优惠的贸易关税的协定取消了 那么对于它来说 将会迎来的是更加昂贵的进口商品 那么对于英国底层民众来说 他们的一个通股值也会增高 国内的通胀也会不如意 所以这一系列的影响 其实是未来可以去看到的 但是退众怎么谈 我们谁都不知道 只能依靠说等待时间慢慢去进行 等待一轮一轮的谈判之后 才会有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所出来 那么最终英国央行很有可能 再次会根据整个退众进程 谈判的一个结果 再去适当的调整它的一个货币政策路径 那可以看到 此前有英央行的官员说支持加息 英央行行长卡尼站出来说反对加息 结果之后 卡尼又说 英央行可以考虑事实的进行加息 那可以看到英央行其实它的一个言论和措辞 也是一波三折 基本上没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论调 它自己也搞不清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那这一变化的话 其实也是体现在了近期英镑的一个动向当中 那自从英镑突破了1.30这个整数关口之后 其实英镑的走势还是维持着比较的坚挺 长势也是保持的比较的良好 但是由于加息预期的慢慢逐渐的弱化 包括市场意识到说未来英镑的一个风险性的发生 也是使得了英镑在连续的冲高之后 有一个震荡 并且是向下回调的一个趋势所走出来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英镑未来的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大了 在这边的话也并不建议我们的投资者 长期的大级别的周期的去关注英镑 那有一些短线突发性的事件的影响很有可能也将会 直接打破说未来英镑下雨的那个行情 好的谢谢Lukas 我们看完英镑再来把目光放到欧元去 自7月20日欧央行公布令令决议以来 欧元是一直处于一个单边上扬的行情 目前是处在1.18关口的上方 那处于这样的一个高位 我们的投资者该如何把握住行情呢 我来替各位投资者问问Lukas 好的那之前也有跟投资者分享过 欧元在打破了这个三年以来形成的一个底部区间 也就是差不多是1.05到1.15这么大的一个区间之后 一旦突破上行的话 那么未来其实可以适当地去关注它的一个多走运行的方向 那在这边也是说几点理由 第一点我们回顾到历史 看一看欧元周期性的一个运行的状况 那在1996年到2007年 其实相类似的非常类似的一个周期性和现在相一致 为什么1996年的时候恰恰是美国科技高速发展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经济也弹飞的一个状况 使得美元大幅上涨 欧元也是居然的下行 那自1999年有了欧元这个货币体系之后 其实欧元都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沉压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2001年 那个时候发生了美国的911事件 那美国的话也是大幅的增加了它的一些军备的开支 把很多的钱都投放到说军事这一领域上去 也是使得美元的汇率有所下跌 包括在2007年美国的自贷危机之前 然后美联储也是大幅的削减利率 这也使得美元一度走向贬值 使得它欧元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弹的趋势所出来 那么为什么会提及这一个周期 那么我们说金融市场都是十年一个轮回 那么从2007年到2017年恰巧又是一个轮回 那这十年的话其实欧元是从高位跌到了一个低谷的位置 那么今年有一个复苏反弹向上的势头 历史总是会惊人的相似 那么在欧元十年之前一轮疲软的走势 然后迎来反弹 那么很有可能在十年之后 也会有相应的一个周期性的反转 这是第一点所提到的一个历史经验的角度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基本面的因素 是否足以支撑欧元未来有一个比赛好的双脚动能和伤心 那第一点的话看到的是经济表现的对比 那此前欧元从一个1.14这样的位置 一直跌入到谷底 差不多最低点跌至到1.05 跌幅达到了将近一千多点了 那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欧元区的经济表现得非常的疲软 经济状况非常的低迷 包括像一些其他黑天文的世界 包括像希腊的公投等等 意大利的公投英国的退欧等等 都是笼罩着欧元使它不断的持续的下挫 但是进入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前的明律决议中 德拉基已经扬言说将会在今年的秋季 去结束欧洲央行的一个量化宽松 并且可以看到它的经济数据慢慢的已经有所复苏和回暖 低级学家们也表示未来很有可能 欧元区的经济运行活动的状况将会超过美国 因为美国的话目前来看 它其实就业市场就在一个保护的阶段 但通胀又支持不上前 其实它提升的空间会比较的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政策方面的 像美国的新任总统特朗普 他是支持一个贸易反转 惩罚性的关税 是有一个类似于像闭关锁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使得保护自己美国的国内的企业有一个迅猛的增长 但是反观欧元区的话 它一直旨在的说是多边的一个合作 包括近期和中国 包括和日本 多方面的一个贸易谈判协定的协商 那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发展的蓝图 就是它和多个国家 全球的多个经济体都会有一个保持非常好的贸易合作伙伴的关系 但是反观美国的话 首先在边境筑齐的墙 包括单方面的撕毁北美贸易协定 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等 一系列的措施也是导致了说 美元进气的一个疲倦 因为投资者看到的是 未来美国在贸易方面 很有可能将会筑起自己的一个壁垒 不和外界去寻求一些合作 那这无疑将是不利于经济比较好的运行的发展 那最后一点看到的就是货币政策路径的一个差异性 前面聊到的是政策 政治层面上的一个政策的差异 现在我们聊一聊 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一个差异 那欧洲央行是会紧随美联储的一个脚步 开始逐步的去收紧它的货币政策 那么我们说 未来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个现象是什么 也就是未来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之后 欧洲央行紧随它的脚步 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 美联储可能已经加息完成了 之后的利率决议都会维持利率保持不变 那么在那个时候 欧洲央行开始加息了 那这个时候一来一去 美联储维稳 欧洲央行选择加息 一来一去的话 也可能将会成为 未来助长欧元上行的一个 主要的动力的因素 但是在这边的话 也是提醒我们的投资者 以上所讲到的三大点 就是基本面上的 包括说之前历史周期性的 都是以一个比较长线的角度 去看待未来欧元的一个涨势 短线的话 目前建议投资者 可以稍稍地留意 它短线的下方的回调的力度 在稍后的基础面的讲解中 也会跟大家详细地去聊 那在此提醒我们的投资者 不要切磨 盲目地去关注他的多头 为什么 其实还是有一点 利空的因素所在的 此前的节目中也是反复强调 在9月份的时候 将会碰到德国的大水 包括未来英国退欧的一些 不确定性 也有可能会牵连到欧元 所以从大体上的一个 大级别的周期来看 欧元可能是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上行的势头 但是短线的话 也不要过多的盲目 去关注他的多头 很有可能因为一些 风险性的事件 导致欧元有一波下缩的回调 毕竟我们说 从2017年到现在 欧元的涨势 都是保持的比较的好 都没有经历过一波 像样的回调 所以未来的话 还是要留意说 欧元在成高之后 有下落的一定的风险 好的 感谢Lucas 我们看完英镑 以及欧元消失眠新闻回顾 接下来再请Lucas 带来英镑以及欧元技术面分析 有请Lucas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到盘面 首先来看到欧元 欧元对美元在中期 上行到1.1910 预阻高位回调 欧元经过连续的调整 中期涨势也保持持续 从短线走势来看 欧元对美元在上周五 下落到1.1725 获得了支撑超跌反弹 虽然欧元昨日有所反弹 但是其反弹的幅度 与最近的下跌相比明显弱势 也因此欧元在本交易日 反弹的幅度也将会有限 那受到欧元创出新高欲阻 爆发出强劲的下落动的影响 接下来一段时间之内 欧元可能都将会 以震荡调整的节奏所运行 短时间内 直接创出新高的难度 也会比较的大 建议投资者可以短线 关注下方的支撑 1.1725以及1.1650 双方可以留意阻力为 1.1840以及1.1895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镑 那英镑对美元 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自6月21日以来 一直以震荡向上的格局所运行 英镑中期上行到 1.3265玉组爆发了 强劲的下落动能 受到下行动能 占据优势的影响 英镑接下来进一步 将会下探到1.2960 那从短线走势来看 英镑对美元8月3日以来 落实的格局维持 英镑对美元在上个交易日 小福创出了新低 至1.30整数关口 未来若有持续下货 有助于短线低势的持续 建议投资者可以短线关注 上方的阻力1.3060 以及1.3090 下方可以留意支撑位 1.30以及1.2960 好的 感谢陆教授 精彩的点评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 本期会视情报局 如有疑问 请登陆官网咨询官方客服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中 给我们留言 期待您的到来 在节目最后 为您送上本周需要关注的 重要经济数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 其实不用 不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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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